近年来,美国更多的派遣传统上负责保卫美国海上边界的海岸警卫队 远赴西太平洋,协助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海军力量 2019年,海岸警卫队有10个多月的时间在西太平洋部署快艇 与美国第七舰队合作 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在当年穿过台湾海峡 成为第一艘穿越台海的美国海岸警卫队船只 美国海岸警卫队还帮助太平洋小国执法去年12月 海岸警卫队在太平洋岛国帕牢附近登上一批中国船只 帮助查获了价值数万美元据称是非法捕捞的海参 分析认为,中共通过本国的渔船、海警和海军的协调行动 在南海建立军事力量,并向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扩张 作为回应,美国加强向该地区部署海岸警卫队 美国海岸警卫队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但近期与国防部的合作越来越密切 海岸警卫队的舰艇2019年有326天为国防部提供支持 未来,海岸警卫队计划投资190亿美元 如果顺利,今年会有至少8艘巡逻舰将部署在西太平洋位置 因应中共无视国际法的扩张条件 美国国防部此前表示,有必要更加关注印太地区 但拜登政府的印太策略还尚未明朗 台海局势的走向有待观察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、政党影响、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、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于乐、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专线0800-566-688